Hello,不羈道 繼續跟大家講世界盃戰報 那就沒辦法了 我就是這個 思朗的擁躉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葡萄牙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葡萄牙的教頭 因為思朗雖然年紀大 但是他落到場都會引開了多一個人要看思朗 你夠不夠膽不看他 對,你上次那場是很有信心的,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看墨西哥 大哥,真是人家黑馬中之黑馬 他沒有傳球的 傳球紀錄,控球紀錄很差的 但是他反攻快 這次輸是葡萄牙的 守龍門員,門將 大哥,高球你都不能夠打手槌? 撥開去都行 你多人一隻手 跳起都不夠人家的前方頂入 那這些是否回去打?有 簡直是真的有問題 但是都不要緊 喂,你們大家都看到 上半場你改不變策略 中場、前場、後場都不知所謂的時候 是不是換回思朗出來? 思朗一向都打開正選 不讓你打正選的時候 當然是有點不滿意 不過他在他的推文上面 全部都是要求 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怎樣 唱國歌也好 怎樣也好 那些鏡頭都一定 聽著思朗的表情 下半場出來都不換 要五十幾分鐘才換 但是他一傳一射 都交出水準 搏到盡了 還要退下來 要製造機會 這個就是排陣出現錯誤 一代球星 最後獨自走回去更衣室的時候 就黯然落淚 也都標誌著 他的世界盃的征途 應該是最後一場 也都應該不能打的了 喂,再過四年哪裏有 今年也37 難道真的打嗎? 只有一個人可以 就是那個叫保方 大哥 真是這麼老 人家是打龍門 反應球感好 對嗎? 他交給他 交的腳 真的有機會可以收死 但是 人家龍門很幫忙 龍門 藥隊是一向出龍門的 所以你們真的沒有辦法說 好了 對英格蘭 又問了 為什麼英格蘭 不是英國 當然 英格蘭又有蘇格蘭 愛爾蘭 還有北愛爾蘭組成 這隊叫做英格蘭 有隊 這個 你可以出四隊 不過你進不到 而已 英國一向都 賠率是看高了的 他有機會 他們的策略戰量是對的 凍結 安巴比 但是你又跑掉了大哥 是啊 沙基文 一拳 兩拳都搞定別人 造成2比1的角度 喂 你不可以只找哈利簡 我們射12碼 第一球 OK的 追上2比1 有機會攀平射高座 但是整體來說 你見得到的 你對著法國真是很囂張 你不要看他 你起碼都多一個人看他 即使要看力好 那樣那樣 你明不明白的情況 所以 英國書就合理的了 我一向都不看好英國的 2點幾倍和1點6倍 當然是買這個 法國 因為人家真的有王者 如果看筆基道 筆粉都知道了 我已經出了王者 普通美人幣 還有就是事業愛情兩得意 碰個六隻 下一場 摩洛哥 破了自己的國家紀錄 入到四強 作為非洲隊 驚 只有一個字 有沒有辦法收死巴 這個法國呢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最後入決賽的 一定是法國的 除非 除非摩洛哥打到現在 120% OK 以上 要出到120%的力 甚至130% 才有機會可以拉成分析 所以機會好未 另外那邊 黑羅地亞 你千萬不要看他 四平八穩 但是現在越踢越好的 是阿根廷 今次是美斯 打一顆給他 都要入決賽 和安巴比 決一勝負 所以 大家就看到 最後最後 最值錢的是什麼 不用說 巴黎聖日耳門 安巴比劇鬥 這個美斯 北基道的預測就是這樣 看看中不中 這個是世界盃的戰報 第二輯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北基道 好辛苦 長長看啊 所以 希望你們多點贊 多點訂閱 多謝 多謝